上海外灘跨年夜发生的踩踏事件 造成了36死47伤的严重不幸 那么死者当中包括了 从台湾去的这位才22岁的小姐周宜安 她这一次跟同事一起到上海出差 出发当天男朋友还特别到机场去送行 没想到再也回不来了 爱她疼她说她很孝顺的奶奶相当的伤心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穿着黑白条纹商议 大学时期的周宜安拿着蛋糕 特地到室友房间帮她庆生 开心唱起生日快乐歌 同学见感情超好 毕业后到国内四大会计事务所上班 去年12月12号参加复古尾牙趴 跟大家一起戴着夸张眼镜 看得出周宜安的好人员 下班后也没忘了跟同事开心聚餐 一旁就是同事李玉云 感情超好的他们一起上班一起吃饭 这次也一起到大陆出差 没想到跨年却一起出了意外 家人眼中的周宜安一直是会读书乖巧的小朋友 跟男朋友交往多年到处游玩 留下许多像是在铁轨上牵手 或是甜蜜亲脸的相片 这次出差到大陆男朋友特地到机场送鸡 让他很感动 还特地写在脸书上面称男朋友老公 两人感情相当甜蜜蜜 个性活泼的周宜安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打工 游学三个月后来加入会计事务所上班 这次到大陆出差还在脸书上面写下心得 工作忙到腰酸被痛 怕被传染大陆口音改不掉 还有被称赞声音好听 让亲友了解他的状况 平常是如果那些人都要去逃 要就是这国家出差 出差十五天而已 邻居家人眼中的乖小孩 出差大陆找到意外 再也看不到他活泼开朗的笑脸 留给爱他的人无限惋惜 记者陈广瑞 许家师 台中报道